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抗议 街头示威 社会运动 这是台湾的一夜风景 用公开有力的方式 让政府倾听人民的声音 这也是我们目前的执政党 非常熟悉的方式 但是 位高权重的民进党高官们 还记得当年的自己 民进党抗议的空间 这个才是暴力政府嘛 对不对 我觉得 马英九要是更大的责任 对不对 对 这是15年前 民进党抗议 马英九和对岸的海贤会会长 陈云林会面时 站上街头的呼吁 不过当民进党 成为了被抗议的对象时 换了一张脸 不过几年的时间而已 民进党变了 当年拉着民主的旗帜 登基执政的宝座 如今为了守护权力的魔戒 却对着上街头的人民 冷嘲热风 这完全是话错重点 也是不甘寂寞 我们就看他5月19讲的 会不会跟现在讲的有不一样 如果重复的话 就在冷气房里头讲就好了 不用走来街头 在那边刷存在感 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王毅传说 不用到街头刷存在感 不如待在冷气房就好 民进党的立委内瑞隆则说 民众党的活动文宣 根本就是在效法毛泽东 面对这些来自执政者的冷嘲热风 当年还在街头的蔡英文主席 曾经说过这句话 街头运动是执政者逼出来的 是的 蔡英文主席 5月19号上街头 人民的决心是被逼出来的 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聊 519草根决心行动的精神 再来 民进党过去和街头社运的分和 以及党会实习 519这个数字对于民进党来说 很熟悉 最后公平运动 这不只是民进党专利 我是鼎立 欢迎收看本周的观点相对论 转总统赖清德即将要在520上任 民进党即将进入第三个任期 但是摆在台湾人眼前的 是通膨 是诈骗 是房价 是电价 是能源 还有两岸等等 说不完的困境 更不用说 民进党曾经承诺的司法改革 国会改革 媒体改革 宪政改革 通通叫票 过去8年完全执政 改革却是完全不见 2016年民进党总统大选大胜了国民党 甚至拿下了第一次的完全执政 蔡英文下令 谦卑 谦卑 再谦卑 更曾经主张了政党和解 缓解未来 2024年 赖清德接报了胜选之后 竟然创下了24年来的首例 不和在野党沟通 史称空白的四个月 而原本他主张的内阁部分党派 派救人为财 女性秉帝 要达到三分之一 但看看新内阁的名单 再次跳票 民进党在野喊的改革 8年了 还在路上 如今 国会三党不过半 却持续地抵制改革 书市长时空背景不同 也不愿意在法案推动上 和在野党一起来沟通 却是端出了粗糟的法案 又要勤勒在野党吃下 就像个恐怖情人一样 你不逃我 你就是不爱恢婚 不断跳票 诚信尽失 还直觉控制媒体 控制人民 俨然就是令人恐惧的新党 可文九和民众党就发起了 519的草根决心行动 我们决心开启第三波的民主革命 让执政能够回归民众做出 8年过去了 我们看到的是 民主进步党的总统 没有团结整个国家 反而在这个国家里面 藉由对立冲突 在国内找敌人 不断地在撕裂 5月19号召唤所有 认同改革 支持改革的朋友 一起上街头 不管他是民进党的 国民党的 甚至其他的党籍 甚至无党的 其实台湾大多数的人民 还是没有政党的党籍 我们鼓励所有人 都可以一起上街头 说到民众上街表达意见 就一定也会提到 民进党成立38年来 不可缺少的群众运动 举个有名的例子 1990年野百合学运 当年3月18号 刚成立4年的民进党 他们发起了造势大会 动员数万名群众 在广场的大门旁边 进行了演说 声讨国民大会 从此民进党 就和街头运动 绑在一起了 而接下来的每一年 只要是成功 群众活动 都能够看到 民进党的影子 1991年 调查局干员 冲进了清华大学宿舍抓人 引起大学生 占领了台北车站 民进党的立委 在立法院提案 要求废止 惩治 判乱条例 和刑法100条 等等的恶法 接下来的1992年 民进党发起了 总统直选的大游行 占领整个宗教席路 1993年 立法院议场外 民众抗议 要求好博村 无条件的下台 须明德 谢长廷 也在其中 1994年 民进党发起了 敬老津贴的静坐行动 让立院通过优先审议 敬老津贴的战行条例 到了1996年 飞弹危机 当时主张 以台湾为主体的 两组总统候选人 国民党的李连佩 还有民进党的 洪谢佩 这两党候选人 以台湾为主体的号召 合计获得了 将近四分之三的选票 而飞弹危机 也看得出来 台湾人更坚定了 台湾的主体意识 接下来的几年 民进党每一次的 诉求上街群众活动 当年确实感动了不少 期盼改革的台湾人 终于 2000年政党轮替 民进党首任的总统 陈水炳上任了 有趣的是 2000年到2008年 因为民进党初次执政 而且国会未过半 其实过去一起在街头 打拼的社运团体 对于民进党的批判力道 较为和缓 在98年 也形成了一股社运的低潮 2008年 国民党马英九重返了执政 但执政不利之下 民怨一次在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爆发 这让国民党至今没有赢过总统大选 适隔了十年 当初太阳花学运的要角 大多数也都被民进党收编了 反观了民进党在吸收了这些年轻人之后 在蔡政府的执政之下 砍了七天价 引发劳工抗议 年金改革引发了军工教的不满 农渔民北上乘抗农委会 716的居住正义大游行 反萊豬的大游行等等 民进党面对承抗的声浪 从原本的虚应故事 态度甚至渐渐转变成 无奈 我的房东就在当初就严令禁止我申请租屋补助 我建议你可不可以跟你的房东讲 那我先跟我说 你跟老板说嘛 民进党呢 宣报了这次的519人民的草根行动 但其实啊 民进党对于519办活动 其实非常熟悉 1986年5月19日 这是民进党创港的前半点 当时台湾的人处于在戒严的巡席 郑南荣将鹏肩等等的党外运动员去 推动了519的绿色行动 以戒念台湾戒严日为由 要求国民政府戒严 1987年的5月19日 民进党成立的半年 继续在台北市国富纪念馆举行抗议活动 他们提出了只要戒严不要国安法 解除戒严 人人有责 延续了1986年519绿色行动的主张 甚至在2012年 同样是马英九就任的前夕 民进党号称呢 号召了高达十多万人上街 大规模的抗议示威 抗议什么 抗议马英九执政 游业双掌 抗议瘦肉精美牛 要求马英九要来撤回 一国两区的说法 很讽刺吧 同样是519 同样是民众上街表达理念和诉求 民进党可以 其他人却不行 我们有自由的言论 我们能够民主的投票 回顾台湾民主化的历史上 街头运动和民进党 功不可没 但可惜的是 绝对的权力 使人绝对的腐化 民进党渐渐地迈向 国民党的专制老路 绑装贪腐 黑金事件平常 而且站在权力的制高点 他们选择 按社会运动分道奖标 2008年 蔡英文承诺会修正 集会的游行法 大法官在2014年事件说明 集会游行法许可制违宪 但是民进党完全执政八年 不修就是不修 他不愿意把街头 自由地还给人民 他为的是在必要时 可以合法地禁止集会 不是吗 而对于民众党来说 公民运动的诉求 就是台湾民主的意怀 从2023年底开始 打的总统选战 民众党就透过了 肯肖香的街头开奖 庙口的开奖 甚至到民众对于 柯P的直球对决 一次次也展现出 公民运动的力量 在开刀上头 没有动员 没有游览车 没有便当的选前造势登海 更是写下了许多台湾人心中 非常感动的影验 一次次的公民运动 都在告诉民进党 台湾民主 公民运动 这从来都不是特定政党的专利 而是属于全台湾人民的权利 5月19日 草根的决心行动 需要你们的力量 欢迎各位带着自己的信念前来 我们用决心 唤醒专制的政府 让民众做主 欢迎留言告诉我 你会不会到呢 如果喜欢今天的讨论呢 也帮忙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把影片分享出去 我们519线咯 一直以来 我们 多期待着什么 但社会整体上的氛围 让我们 只能压抑着那份期待 但那份期待 只是一个极为简单的公平 与争议罢了 有人走了 他们把 生前对社会的盼望 交付在我们手上 我们散落在各个角落 但 并不孤单 我们在不同地方 传递 同样的希望 有人说 我们不强大 是的 我们强大的是信念 并且 已在路上 这是一场 让大众看见的机会 不是暴断 也不是造反 这是唤醒 深层的渴望 改革国家 实惠正义 给予这些 即使是 无敌方式 对我们的恭喜 也不能是 我们停止脚步 或难过的理由 而这场机会 需要更多的你我一起 一起欢喜 那些极为简单 但却已不奔详的渴望 5月19号 台北市中阵区 北平登陆前 草根决心行动 推动改革 民众作诺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